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大哥 累了一天了 洗个脚吧 放这儿吧 我看您也没心思洗 我帮您洗吧 白天的时候你说啥了 您还记得呢 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孩子没了您还可以再生 我就愿意为您生 这些话不许再说 为什么 你家主人没人能比 我的儿子没人能替 这辈子我就只一个女人 要生我也和她生 我那不是为了劝住您 您是着急才那么说的吗 你不让我去 俊杰和军师也不让我去 我一个大男人就在这儿憋着 眼看着我的女人和孩子给人当了肉票 这样对吗 余大哥您真的不能去 您要去了 我姐姐和豆瓜就没您了呀 大 大哥 你心里乱 队伍上的事给您安排好了 来 你坐下 你坐下 你说我是该去还是该留啊 绝不能去 女人和孩子 哪有队伍重要 我听说 你有五六个孩子 七个 你老婆不容易啊 是啊 小时候身子不好 体力活干不了 就个人学了算命混口饭吃 可是算命这一孩 让人看不起啊 跟了我生了一大堆孩子 没少受罪 队伍上平时不见钱 我看你手里有俩子 也舍不得话 这男人要是不顾家 还算什么 不过大哥 你跟我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是要干大事的人 要干大事必须狠得下心 我们谋的是个小家 你谋的是个天下 这话我当年可跟你说过 家都没了 要天下顶个屁用 县长 九二 九二 我想再和你谈谈 九二 我没想把你和孩子怎么样 我和你干娘早就把你当成亲闺女了 别把豆官和奇官当成了自己的亲外孙 亲外孙女 我也算是大义灭亲了 我干得出来你怎么就干不出来的 你还年轻 余战敖要是死了 以后就没有人再追究这个孩子是谁的了 要是寂寞了 想再嫁 或者朝旭上门 我和你干娘都支持你 这多好啊 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朱县长 您别一口一个干爹亲闺女啊 说到底啊 您是官 我是明 咱俩毫无关系 该说的您也都说明白了 您就是下定决心要拿我的儿子当肉票了 我还能说啥呢 我一个当娘的救不了我的儿子 只能跟他一块儿死了 朱县长 我是一个寡妇 您三更半夜的站在门口啊 传出去不好 您不爱惜名声 我还爱惜呢 您请回吧 不知好歹 活该 大哥 大哥 咋啦 大娘待着 大牙进城管朱厚三邀孩子去了 我们被拦住 他们让我给你带个话 说人越多朱厚三越不敢动手 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最好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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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现在千万不能乱了方寸 朱厚三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就等你去 你不能带着兄弟们前去送死啊 咋办 这事 帮我消消办法 咋办 大哥 他上次绑了他老婆 他用啥必在放的人 他绑了我娘 可我记得手里没帮 咱又派 又派 又派 有人肉派 咱们在高密县城外边守着 抽了一个绑一个 咱不是有两天时间吗 嗯 就当给他最后统别 到时候他要不放人 过一个是人再杀一个 过一个是人再杀一个 等他们家里人到县衙去闹的时候 杀得越多闹得越狠 我看他猪王山怎么办 撒 我落草的时候发个事 我不能活活老百姓 不行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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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就只有等俊杰回来了 对 赶快 lands local 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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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那孩子不是由奶娘给喂着了吗 白白胖胖地吃着怕什么呀 没事 先不说孩子 我是担心这大人 你说连着这几天不吃不喝的 照这么下去 万一闹出人命来怎么办呀 闹出人命来那就活该了 活该 你看他 口口声声的亲爹呀干爹呀 快刚able了 这么喊着 背地里叹叹叹 跟那帮土匪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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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该 就捞唐掌 你就怕我有一个小棉袄是不是 为我疏忽 好啦 x4 好啦 x4 别闹了 我这不是一句气话吗 别沉不住气 这不刚两天的时间吗 回头我再劝劝他 他大嫂啊 为了孩子 您可真是受罪了 管你们什么事 我是为了我善家的孩子 大嫂奶奶 别这么说 人家也是为了孩子来的 老太太 我家大嫂奶奶 已经跪了一天多了 你们快进去吧 县长 又有人找 谁啊 她说她是于战敖的娘 我得走了 我没脸欠人家 他儿子当土匪 你为什么没脸啊 这奇怪真是 叫她进来 是 县长 人带到了 在这儿了 我的那个亲妹子呀 姓朱的 我那外甥那儿子 要出点什么事 我让你知道 我带他牙都厉害 你谁啊你 我 我 谁 我是戴酒的亲哥 就是那抽大嫣的儿子是吧 你爹可没少挨我鞋底子啊 怎么着 你也想挨两下 你们代价 要不是你们代价 我那甘姑娘酒 那穿上这么多事吗 你们代价人 在这儿没说话的资格 你 老太太 又见面了啊 是啊 又见面了 那次见你朱县长 俺还把你当个人 没想到这么快 你朱县长就猪狗不如了你 真成了 太太 论计谋 你跟我那夫人有的一拼 想激怒我是吧 我不上当 我不上 我跟你儿子斗智斗勇 什么招能打疼他 我就用什么招 对付什么人 就得用什么办法 他绑过我夫人 如果当时我夫人怀里抱一孩子 他能说不绑这孩子吗 这个理儿 我不服 行啊 你不就是想扣人吗 朱县长 俺儿子余丈敖 有多孝顺 您是知道的 要不然 您把俺这个当娘子留下 把九二姑娘和她那儿子放回去 这样行吗 丈敖把我当大舅哥姑娘 那我也愿意在这儿 她就是把你当舅奶奶供着我也不放 我告诉你 水流低不流高 要我说 老的不如小的 我不换 这么说 你是要逼着俺老太婆也堂钱跪着请愿了 跪吧 门口不是有人跪着吗 不多一两个 不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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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都什么人在这都 跪着吗 跪着呀 反正我不能 走 小燕 依你看 如果余湛要是和九二都不低头 朱县长真会伤害那孩子吗 应该不会吧 可是我更担心别的 担心什么 担心余湛 他毕竟不清楚这儿的情况 三天时辰一到 他不定做出什么事呢 到时候那边一乱 这边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那你说我们能说服他放人吗 依我看 县长已经明白自己这一步走错了 可是他的脾气我了解 就算醉死也不会认这壶酒钱的 恐怕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现在去趟青岛 正好现在去明天能赶回来 去青岛干吗 我去找报社记者 我让他们来采访这件事情 你可千万别去啊 我们县长最要脸面 你要把这事捅出去 他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那难道他要在忠目睽睽之下 杀着孩子吗 他这种人 认定了一毒攻毒 以野蛮治野蛮 我非得让他这种行为公众于事 他才会害怕 小燕 这里靠你了 好吧 我走了 我走了 快去快回 大哥 于 大哥 啥警官 打听这儿了 朱老太太已经在院里归着请愿了 可朱浩太太王母蛋死不答应 朱老太太已经两天立命违禁了 这是往死路上逼我 召集兄弟们 余大哥 我干啥事啊 余大哥 余大哥 我当时打听消息的时候 碰到俊杰了 俊杰说他去青岛 啥 让我给你收回信 你看 令儿 你认字吗 大哥 我不是他 这儿 写的是啥呀 他去哪儿了 青岛 这就对了 他心上说爱莫能助 对不起大哥 所以不回来了 走了 这会儿他走了 你个王八蛋 都别吃了 集合 集合 把所有家伙都带上 大 大 大哥 干啥 你集合干啥 接纤衙 不能跟他来用 大打扮 只能用我说的那一招 好 是朱浩三逼得我不走人道的 都听好了 所有人跟着我去守城门 出来一个抓一个 抓住的人都算人质 朱浩三要是不放人 老子就把他们都卡着 那这不是他说的意思啊 大成 这是 你等等 上面说啥 你看 俊杰哥说让您稍安勿躁 别冲动 他说他一定有办法 让朱浩三平安放到豆瓜和他娘 糟会人 大成 不认字 你这孩子不懂事 你问喜子 这这这 我不是 梁子那儿 梁子那儿 你看 梁子 我看 我看 啊 对 大哥 是打扰说你的意思 你看 你瞎搅和啥呀 大哥 都什么时候了 我敢搅和吗 你想想他张俊杰 现在什么时候了 他跑青岛去 只能按我说的 以独共独 逼着朱浩三放人 你放屁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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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吃饭 我告诉你 这事我信他 我得等他回来 不疯了 我得等个人 还是便宜 大家 等我 多大熊 你快去 大叔 你快来 好 大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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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老太太 大少奶奶 这都跪了三天了 这谁受得了啊 您起来吧 那你爹就不留的孩子 会回去 这 这么下去 会出人命的 您看这 你看这个 热盒在这儿 热盒在这儿 船长 你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吗 去站着呀 回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 谁也别想劝我 你看看 上面刚下来的文件 老贾和日本人签了唐姑协定 把东三省和热盒这么大的地方交给日本人了 怎么办 自九一八以来 日本人是步步紧闭 可咱们的国民政府呢 是步步退让 再这么下去 山东沦陷是迟早的事 老贾 这个时候 一定要把土匪搅干净 不然鬼子来了 必备敌所用 所以 谁也不要阻止我剿匪的决心 县长 您养娇匪卑之赞成 可拿一个孩子当肉票 说什么呢 什么叫肉票 我夫人拿那孩子 当亲外孙一样 肉票 你照这么说 我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你说呀 县长 好 有些话我不想说 可不得不说 连于震傲都没绑架过孩子 卑之投笔从容 跟着县长出生入死 已经有十年了 当兵的时候 不过是个参谋 从文时 不过是个小秘书 可卑之无怨无悔 为什么 因为卑之敬佩县长的为人 在乌浊的官场 县长您不贪 不战 以心志想为国家 做点事 县长 可今天这件事 您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三天过后 要是余丈敖不来 您怎么办 撕票 那你跟土费有什么区别 县长 外面两个女人年纪不小了 又跪了这么长时间 这么下去 肯定是要出人命的 我真的不想看到 县长的手上 再沾上无辜者的先行了 活该 想用这手逼我就有反 他们也不打听打听 我是谁 当年 我女儿书红是怎么死的 只要我低一低头 她就能活 可我呢 我情愿这个女儿不要了 我也不想肚飞低头 今日之事 也是一样 让她们跪了 让她们跪了 让她们跪到死了 当初你放弃学业回家 班上同学可得意义 说你家有钱 让你回家开钱庄 原来你竟没做生意了 我爹是这么打算的 我爹是这么打算的 但那时候我不是受到 梁肃敏还有陶行之先生的影响的 就一心想回高米去改造农村 到现在一事无成 还不如当时跟你们一起 完成学业当个记者 说不定对社会的贡献还大一些 其实俊杰现在也不晚了 记者是吾冕之王 韩主席厉害吧 可他就怕我们记者 这几年和他斗智斗勇 其实挺好玩的 我听说这个朱豪三 是韩主席的把兄弟 是个韩主席类的人 这次来高米 你一定好好谢谢 其实我觉得这是传言 朱县长来到高米 做了不少好事 虽然他和韩主席的关系不错 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 接着我这次找你们二位来呢 就是想让你们 好好地表扬一下他 因为现在中国像这样的官 太少了 好安俊杰 你在青岛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 记者还有去给地方官员 唱赞歌拍马屁的吗 哦 不是唱赞歌拍马屁 他要是做好事了 我们当然要表扬他 如果他做了坏事 你们一样可以批评他 他吃着观想 做好事是当然的 报界现在竞争的厉害 我们报纸要是刊登了 没有事实依据的文章 怕是没人看了 你若让我们写不实的文章 我们就不来了 哎 二位 咱们既然来了呢 就到高米去看一看 来拜会一下朱县长 要夸要批 你们看着办 怎么样 余大哥 你要去哪儿啊 你忘了我 去跟俊杰少爷咋说的了 三天时间马上就到了 那你要干啥去啊 我不知道 我到城门口等着 开机会再说 余大哥 余大哥 你不是喂过了吗 喂过怎么还哭啊 我也不知道啊 开头 这事还得找他娘呢 我可怜的孙子 姥姥抱还不行吗 宝贝 别哭了 别哭了 不哭了 宝宝 不哭了啊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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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不好了 善家少奶奶可能出事了 我去送饭她不开门 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三天了 她俩一口水都没喝过 快快 快 奶娘抱着 你真出什么事 走 找猪罗子去 不放 我就是不放 三天实现一道 我让她休失 谁也甭想见 浩三 你赶紧把人放了吧 你弄不过那闺女的 把她放了吧 不能放啊 你想想看 我连一个女人都弄不住 以后还怎么干呢 孩子 还有两个孩子呢 咱那亲外孙 孩子要娘啊 我阻止他们母女见面了吗 连自己的亲娘都不顾孩子 我们顾什么 不放就是不放 你个猪罗子 我告诉你 你已经害了我俩孩子了 你还要再来害这个是吧 太太 太太 你放个放人 太太 太太 放放人 太太 你们别闹我 晓妍 你放放人 别闹闹 闹什么闹 小晓妍 去把夫人送回去 公务上的事儿 女人就别掺和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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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了 周县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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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县长 我劝您放人 你怎么回来了 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大事儿跟我说话了 我请了两个记者朋友来 我跟他们说你是民国政府难得一见的好官 让他们说你是民国政府难得一见的好官 让他们写一篇表扬你的文章发表到报纸上 刚才我刚把他们安排在旅馆里住下 如果你不放人 我就把这事儿透露给他们 跟他们说你为了剿匪绑架了一个孩子 郝散 张俊姐 你出去了啊 朱县长 我一直非常尊敬你 可是您的行为举止我现在越来越无法理解 越来越让我失望了 我没办法 我只能投给报界 让世人评说 别别别 郝散 你好好想想 别为了这事儿坏了你的名声 要出人命了 要死人了 你条狗啊 又叫回上了 云气八糟 乱气八糟 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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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儿要是被记者捅出去 方方面面都没法交代 您可里外都不是人哪 深正不怕影子邪 我既然下决心剿匪 就不怕他们闲言碎语 胡说八道 我就是跟徐长熬叫上劲了 哼 看谁绷得住 老朱我 王八吃秤妥我铁了心了 大哥 我觉得这什么事儿都不能指着张俊杰一人 万一他和朱浩三合起来给咱下一套呢 他要是真替咱办事儿吧 你想这个朱浩三想好这么干了 他能轻易放任吗 那张俊杰可没这么大能量 雷霍 雷霍 雷霍回来了 雷霍 雷霍 你可回来了 大雅 他就是不放任 就是豆瓜呢 还不让剑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这事儿指望不上别人 想让朱浩三放任不能好说好商量 还得说那招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程军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他朱浩三抓了咱的人 咱就得把高密的老百姓给抓起来 过一个时辰杀一个 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 到时候老百姓到县亚营那 我看到朱浩三怎么办 对啊 大哥 你放话吧 放话我 大哥 放话吧 大哥 你那客气什么呀 大哥 你不会真要这么干吗 不这么干怎么干呀 光靠耍嘴皮子 人能活着回来吗 大哥 咱们现在不能冲动啊 你想想 老百姓为啥拥护你 就是因为你仗义 你不祸害他们 如果你现在把老百姓 都给绑架了 你滥杀无辜 那还算什么陆林好害 谁在朱浩三不忍 就是我不义 我要是连九二斗棍都找不住 光仗一定屁余 大哥 你啥都别说了 你要是真为九二好 现在就去给朱浩三 烧个口信 告诉他 今天后生老子 在高密城门口等他 大哥 坐了 干嘛 军姐 大哥他起头上了 坐了 坐 什么 这条疯狗 他要绑老百姓 朱县长 您为了跟余战敖争强斗狠 可遭殃的是老百姓啊 您要真是父母官 就应该把老百姓 放在第一位 放了九儿娘俩吧 别真的激怒了余战敖 岂有此理 我绝不想他低头 余战敖不理智 您应该理智啊 这回我要让了 那以后土匪如法抛制地要挟我 我是不是要回回都要让啊 那你这不是把老百姓当做牺牲品了吗 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要剿匪 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回我让了他 那就叫姑息养奸 那才真正对不起老百姓啊 他余战敖不是口口声声一个义字当先吗 这回怎么样 这回怎么样 原形毕露了吧 我倒要老百姓看清楚 匪就是匪 大人 在 马上集合警卫团 是 县长 只要余战敖赶来 我就叫他有来无回 别停 散开 拿来 门 滩 快 借 靠 待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上这儿来吗 为啥 我想让你看看 看什么 看看余震敖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 他和我约好了 交换人质 如果我不放你和孩子 过一个时辰 他就杀一个老百姓 余震敖不会这么做的 到现在你还相信 他真的是一个英雄好汉吗 今儿你都能看到 他到底是人是鬼 是个什么东西 快 娘在这儿 久儿啊 你看看孩子 久儿啊 你跟余震敖好好说说 只要他不乱来 你干爹是不会赶尽杀绝的 余震敖啊 他是不会杀老百姓的 如果他真的这么救 是无比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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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县长 孩子在哭呢 你要是有人性的话 你让人把他抱回去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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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孩子抱起来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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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 初九儿到马车里歇会儿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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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余震敖 船长 请进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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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你就是教坏人质嘛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你绑人哪 船长 你跟孩子没事吧 没事儿 你绑的老百姓呢 你眼瞎啊 没看见我一个人来的 绑老百姓 那是你朱豪三干的事 我御仗豪虽然是土匪 但老子发过誓 绝不祸祸老百姓 我要真想绑票 专绑你朱豪三这样的高官 大言不惭 既然是交换人质 你拿什么换 你要抓的不就是我吗 我不在这儿了吗 你把他们娘俩放了 我跟你走 允正豪 你别傻了 你被他抓了就是个死 你赶紧回去 他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的 用你这句话就够了 允正豪 我告诉你 别跟我耍花样 你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我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行了啊 别吹牛了 你要真有本事 不会耍着阴招 你真的猶 ο 你是真有本事 你脑子 你干什么呀 不然不是我 你不一定就已经不如船 你不如船 走 朱浩三 你要说话算话 把他们娘俩放了 放心 我会把他们娘俩 平平安安地送到家 陈老 什么 给你死活性感情愿 把孩子好好养大 那你快点 哪MP 你为什么 干位 这是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